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 解密娱乐圈,赵露丝事件背后的黑红营销真相 在娱乐圈里,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话题的焦点 就像赵露丝最近的一次直播,引起了不少争议 网友们纷纷发声,批评他的言论 不得不说,这场风波确实让人感叹,管不住嘴真的是会耽误事啊 赵露丝在直播中的一番发言,让不少人感到反感 他似乎散发出一种高高在上,不识人间烟火的疏离感 尤其是当他提到自己早早就回来上班,好像其他人也应该效仿一样 但是,对于大部分普通打工人来说,难得的假期就是用来放松的 何必要被人说教呢? 赵露丝的一些言论似乎透露出他对于金钱和地位的扭曲认知 从他赚到的第一桶金开始 似乎他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,完全站在了资本的一边 而他的粉丝们,或许被他的表演所迷惑 不过真相是,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可否认,在黑红营销方面,赵露丝和他的团队可谓是高手 他们巧妙地运用着各种手段 让赵露丝的名字始终在人们的视线中 这种方式能够长久吗? 粉丝们又会如何看待这一切呢? 或许,赵露丝应该考虑换一个团队了 黑红营销固然可以带来短期的关注 但长久之际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而粉丝们也应该保持理性 不要被表面的光环所迷惑 看清楚谁才是真正值得尊重和支持的 现在,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你对赵露丝的看法是怎样的呢?